10人掀起智力對決 諧星納豆 卻展現出令人意外的實力 怎麼可能 這太扯了吧 你看 這是一個節目的大效果對不對 不是 今天他們將面對更高難度的挑戰 但難度越高 越激發出他們的潛能 這個我知道答案 這個沒有 他答對了 反正就是他的比例 還有整個這樣平衡 平衡 好厲害 加油 到底誰 會是本週最聰明的主持人 10萬元 倒數4天 在這個節目當中可以看到 大家腦力的激動 對 很多演藝童人們發現 過去的觀念上 原來這個題目 會讓我們更正了很多 對 還滿多訊息就是 你以為是這樣子 然後在另外一個人直接解釋說 OK 發現其實還是滿有趣的 所以人類不斷在求進步 這個上次有三位 有兩位是像董哥 巴鈺 都是自動舉手 他們也言之有無 但是只是觀念上 我正確解答 跟他想的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還有25位 我們25位首先恭喜他們 第二次也闖入了第二篇賽事 好的 今天跟昨天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25位分成5組了 5組下來答題 輸的要到失敗區 今天我們要淘汰的是 3到5位 3到5位 看你們速度怎麼樣 看夠不夠硬好不好 今天進行的是 分組淘汰賽 25位參賽者 分成5組個別答題 一題定生死 答錯淘汰 答對晉級 比賽正式開始 今天的第一組 看來情況相當不同樣 既沒有閱歷豐富的大哥 也沒有學歷顯赫的高材生 他們能率先通過考驗嗎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注意以下畫面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請問 哪個可愛動物影片的 點閱率最高 1 杯子兔 2 保姆兔 3 按摩貓 4 對話貓 請作答 為什麼夏合夕 你這麼一直考慮 因為我三跟四 我覺得都很可愛 但是因為兔子的狀況 我覺得是 就是大家可能家裡 比較常養那種 一般的兔子 但是按摩貓 它的感覺是 一般的貓不會去做這樣的動作 又會講話又會按摩 你就會覺得 兩個都好像都不錯這樣 對 所以我就考慮了一下 所以其實你們都是 以哪一個是最可愛為主 我覺得是因為很多人都養貓 然後貓是比較 高貴的那種個性 所以按摩貓他們有互動 所以很難見 這個除非你是真的有看過那個點閱 可是很少人去算那個點閱 對 但是如果你在看到這個影片四個的話 你會最想先點哪一個 要用人的心理去想 對 我們現在是猜點閱率最高的 不是你認為最可愛的 瓜哥你有看過嗎 都沒有 這個都沒有 當然我來看的話 我覺得2跟3是最可愛 詹維忠 今年是蛇年 蛇跟虎是相害的 貓為虎科 所以3 4就被我淘汰了 對 吐還可以 吐為木 蛇為火 火木相生 我選2 但不一定可以 對 因為這是你們選自己選的 還有誰可以把握的時候看出 我覺得因為應該來講是 貓的 點閱率會比兔子高 因為養貓的人比較多 然後愛貓的人也比較多 那如果說3跟4來講的話 如果單就標題來講 對話的貓聽起來好像比較神奇一點 因為按摩貓可能是人幫貓按摩 也是這個標題 所以我覺得是4 超級有概念 我覺得只要動物會講話這件事情 在網路的影片點閱率就會很高 然後像我沒有養貓 我不瞭解貓的習性 但我覺得說牠會講話 這件事情我就很想看 是 請公布 正解 陸佳儀聽到答案後 驚訝的表情全寫在臉上 這題難度相當高 是考驗主持人資訊的吸收程度 日本可愛動物 點閱率的排名第一名 就是選項1的杯子2 有514萬的點閱率喔 面對令人可愛又可恨的 可愛動物惡魔體 第一組五位主持人們 慘遭全軍覆沒 我們也不能責難各位了 各位運氣不好 五位請到失敗區 謝謝 謝謝 好厲害喔 全軍覆沒 再見 等一下 全掛 我有跟各位說過 心裡要準備 一天比一天難 真的難耶 有的第一天 大家生不如死的 已經自己就舉手跑掉了 太難 太難 這是第二天 第一天的氣氛 已經大家是非常有自己 又覺得很簡單 對 現在大家就開始有一點那種 呃呃 這個還不是 這個還不是最難的 來 第二組請就位 第二組的名單 只能用完美形容 有見桌世廣的小馬 懷孕靈敏的黃鐙輝 孟姓兒更是政治大學的高材生 他們能否展現智慧的極致呢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請問 章魚為什麼會噴墨汁 1 興奮 2 防禦 3 發情 4 拉肚子 請作答 5 4 8 8 送分題嘛 1 妳覺得 妳們覺得簡單 太簡單 太簡單了 妳這個國中的時候就有學過這個 對啊 很簡單 小鐘 妳認為是 就是防禦 對 當時有這個敵人接近他 他一緊張他就會噴出那黑色墨汁 讓那個敵人的眼睛看不清楚 模糊 對 模糊 太簡單了 那請問他發情會怎麼樣 他什麼時候不噴 什麼亂講 請公布 正確解答 2 防禦可情 賺到 賺到 運氣 這種的 親運真好 對 怎麼會這樣子 我跟你講 送 很好笑 送 其實他們 這個好 明明就知道答案就對了 好爽 但是每一個人還是非常非常地緊張 不是 因為他覺得有陷阱在裡面 所以你看到沒有 這個題目對他們 剛剛的表情最自然 比提名金鐘獎還開心 好爽 恭喜五位 全數過關 運氣與實力艱鉅 讓第二組全數晉級 如此強的氣勢 冠軍 會出現在這五人之中嗎 章魚噴墨汁 是為了防禦敵人 因為魚類嗅覺較為發達 噴出的墨汁 能暫時麻痺敵人嗅覺 以便保護自己 緊接著上場的第三組 佩珍與納豆 在學歷反應及思考邏輯 都相當優異的兩人 便是奪冠了熱門人選 請大家覺得當藝人會搞笑 會講話 會表演就可以 現在時代進步 你看大根 還有擅長模仿的易翔 還有我們的庫巴爾 幾位來的表情 跟過去搞笑的表情很不像 易翔呢 什麼大學 我現在是 對 你們都還在念書 對 有學代嗎 我沒有 因為賺了錢還了 就是差不多打平 不錯啊 沒有負債就不錯了 五位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花明冷氣機 原先的目的 是用在什麼東西上 1 屍體 2 紙張 3 企鵝 4 飲料 請作答 1 2 3 1 我真要問 為什麼是企鵝 然後你們果然三個都選企鵝 就企鵝就是那個嘛 聽聞 對啊 因為動物園嘛 可能最早是因為動物園的企鵝怕 因為你要跑到比較熱的地方 展示牠的話 就會把牠全造成風景 有道理耶 這樣子人氣也太貴了吧 對啊 因為要很大的耶 可以換嗎 不行 不行 易翔呢 因為飲料它已經有冰箱了啊 所以呢 那你冷氣機就是 我們這個屍體很容易會腐爛 所以呢 它要就是把它保存下來 所以才會有那個 所以才會有那個冰庫啊 那冰庫的就是冷氣機這樣送過來 冰櫃啊 對 可以蒸啊 我就覺得 因為飲料 好養生喔 身體不好 身體不好 紙張幹嘛要吹啊 所以我 吹什麼紙啊 所以我就是企鵝跟屍體在選嘛 所以我後來覺得 再怎麼樣 就是自己的祖先 一定要好好地尊敬他們 要讓他們至少一路好走 所以我就是想說 送個冷氣給他們吹 是很應該的 所以我就選了屍體 好 那有幾位女生都沒講到話 蜜兒 妳覺得呢 我覺得是紙張 為什麼 紙張 因為紙它 紙張腳丸不是熱熱的嗎 然後要成型之後 不是要先冷卻嗎 然後可是它又不能送進那個冷凍庫 因為它紙就濕掉了 所以就用冷氣槌 欸 可 很多年前就有 對啊 而且以前我們去參加那個 參加那個節目 那個紙張的那個工廠 幾乎都是去曬乾耶 對啊 小鐘妳會選什麼 我會選屍體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大家直覺中 冷氣是用在屍體上 但答案真的會是這樣嗎 COOPER的離譜答案 警方現場暴動 這是大家常常討論的 對啊 這一題他真的運氣好 抽到這一題 請作答 謝謝 這題夠福 請來挑戰 請舉手 謝謝 謝謝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這題正確解答是… 來請公布 2 紙張 我已經講了 冷气支付开丽 最初发明冷气机的目的 是因为印刷厂的客户 反应因为空气温度 及湿度的变化 直指张收缩不定 游墨对位不准 为了解决此问题 而发明了冷气机 冷气的原先用途 令人出乎意料 纳斗及配针的淘汰 更令人意外 第三组全军覆没 第四组实力也不容小觑 单位中的解题方法千变万化 在上一集 做出正确解答的蜜儿 也相当聪明 这一组的表现会如何呢 我们很注意詹老师 吹了半天看看这一题 目前不是全部都倒失败 就是全部都对 所以我们看看你们 你不用记望那两兄弟 会给你什么 请准备 请出题 早期台湾戒严时期 有许多歌曲会被禁播 请问 等下播放的曲子 哪首经典歌曲 不曾被禁播过 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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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错 忘不了你的好 acht off 我来葛 禁作 我来葛 longer的一项心 倒 有狗华士 岑总 第一诸多 宜多 我来葛 禁作 我来葛 禁作 你价都 我来葛 禁作 潑解 这一项心的 心道 在十日子街頭的你 今天不回家 給我一個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臉上留個愛標記 給我一個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心上 讓我先黏黏 請作答 五 四 三 二 一 快 快 好 有三個不同答案 幾乎一人都選三個不同答案 這次有點歷史題 對他們的年紀來講 對張偉忠應該還好 這一題對我來說就是放水題了 對 都你那個年代的歌啊 都是我那個年代的歌啊 我已經快五十歲的人了 第一 媽媽請你爺保重 台語歌一定進 一定進 第二個 什麼今天不回家 每個人都要愛家 所以我們要保守 門禁 門禁 第三個 給我一個吻 這什麼上封敗俗的歌嘛 當時 在當時 對 心三色 現在不會 所以 那時候 這個 先總統講 十 光講到都要立正 對不對 頭髮稍微留長一點 就被這個少年隊帶去 對 頭髮 標準是這樣 對 十 你像納豆 早就抓去槍斃了 我也可能會被抓去槍斃 因為模仿講公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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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仿 那個叫 撞頭 撞頭 人家撞三 撞頭 撞型 也不行 以前很嚴格 很嚴格 對不對 那你選二 二的原因是 因為其他都是 國語 我選了一首台語的 就這麼簡單 好難猜 因為我年齡還小 我也不知道 請公布 正確解答 漂亮 這不用廣歸就知道的事情了 四首歌之中 不曾被禁播的 就是《不了情》 媽媽請禮野保舟 描述農村青年 到城市奮鬥的思想之情 卻被當局視為不健康而進 今天不回家 被禁的原因 則是因為當局認為 我們要打回老家 怎麼能不回家呢 而《給我一個吻》 完全挑戰了保守的戒嚴時期 歌詞中 輕巧地描述男女情感 當然也被禁 樂婷沒有點年紀 還真的答不出來 但嗶嗶與蜜兒 兩位年輕女生 也能答對 你協力算不錯 最後一組壓軸上場 有經驗豐富的小鐘 及頭腦靈活的KID 他們能否勝利晉級呢 請出題 請問 水上芭蕾舞者 是使用什麼方法固定頭髮 使他不會亂 1 蒟蒻凍粉 2 吉利丁粉 3 布丁粉 4 寒天粉 請作答 請作答 摟蒻粉幹嘛 來了 快 快 謝謝 Mika你覺得很快 對 Mika 沒關係我們先最後聽你的 因為你這麼有把握 小鐘是最慢舉的 我先聽聽小鐘 因為我覺得這四種粉裡面 我大概比較有印象就是只有 然後以整個來講 以它的柔軟度跟硬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蒟蒻是算比較硬的 的東西 它可以把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把它固定起來 對其他東西可能沒有辦法那麼硬 可以把頭髮綁起來 我覺得它的彈性是比較好的 可是它都使它不會亂 她講那麼長 就是說在這裡面只認識蒟蒻 對 妳懂我意思嗎 Mika妳舉最快了 因為呢 吉利丁粉呢 它是固定的 我們市面上吃到的布丁 寒天 蒟蒻 全部都是沒有固定的 就是要加吉利丁粉 才能凝結 妳是飲食科的嗎 蛤 妳是飲食科的嗎 我以前打工 有在飲料店打工過 所以 對 就是 妳講 吉利丁粉是比較固定的 對 它是負責固定用的 飲料 懷中 我同意他的說法 因為我知道吉利丁粉就是可以凝固的 就是像我們做很多像蛋糕之類 吸點之類的 有時候需要加一點吉利丁粉進去這樣 那布丁粉 寒天粉 它們都很容易溶於水嘛 所以說不可能 好 真正有詞啊 聽完Mika與吳懷中的解釋後 原以為能順利晉級的小鐘 看來是不妙了 禁令抽到戰場提醒 卻讓小鐘踢到鐵板 3 2 4 3 這個強項 笑話之王 面對自己的強項 卻反而傷透腦筋 口香糖 具有下列哪種特殊用途 紫密黴菌藏土裡 摸到碰到你就是 一個門櫃的線 它這可能腳底的一些傷口 然後就改掉進去 到後來這整個都幾乎爛掉 終於平氣整個月 大概去種花種草割草 大概起碼20天 所以是那樣成 起手喔 因為晚上都一定要起手 趕快東從下場 明天晚上八點 情侶跟我這樣做 左腦洞洞 右腦洞洞 收看金銀頭腦 好禮大放送 節日期用手機簡訊 編寫GOLD 傳送到55123 正確回答金頭腦闖關的挑戰集 就有機會獲得金銘的禮物 你是傳說中的金頭腦嗎 趕快拿起手機 我們等你喔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公布正確解答 3 2 2 吉利丁粉 恭喜 所以說打工有打工的好處 所以剛剛米卡在講 誤壞中說對 其他三位 吉利丁粉認識的 如果不認識 小鐘可以找米卡聊一下 好不好 恭喜兩位過關 三位請到失敗區 第一階段分組淘汰賽 共有十位藝人落入失敗區 由於人數過多 將進行敗部復活賽 接下來我們就要敗部復活了 是要抽呢 還是像昨天兩位烈士 這麼英勇 應該是完全不會有任務的人 自願 沒有 是嗎 沒有 那我們就來抽了吧 好 3到5位了 今天 如果挺得夠久 我就淘汰3位了 真的 Cooper Cooper 我剛才在想說 我剛才在想說你 對 對 對 你從前麥克風都忘了帶 是 會怕 會 會 因為我運氣一直都 不是很好 超不要改 你都答錯 難過 不是運氣而已 其實智慧上也是要有 你們今天運氣不錯了 對 今天我們出的都沒有什麼 幾何的數學題 那不會 還有看圖的 這真的很難 那個真的很難 但說實在姿勢也真的滿難 永遠選 有一些是非常難 有些就是簡單 來 請 Cooper第一次來參加金頭腦的比賽時 甚至一個鏡頭也沒有 這一次能否為自己 多爭取一點表現機會呢 相信今天呢 我很有把握 一定可以過到最後一關 謝謝大家 你要1到10 你選 第5題 5號題 醫療 保健 專業 醫療保健 當然不會出到那個 醫生的專業的嘛 對不對 但是一般的常識的 來 請準備喔 請出題 人類大部分在從事運動時 一開始 會從痛苦 逐漸轉變為興奮及快感 那是由於腦下垂體 分泌安多分所引起的 請問 這種現象 我們會稱之為以下何者 1 人體馬飛感 2 跑者的愉悅感 3 運動痛爽現象 4 莫燒神經麻痺 請作答 5 3 2 4 天啊 謝謝 謝謝 這你受不了 對啊 COOPER 你選試我們有多開心 你人怎麼那麼好 謝謝 謝謝你COOPER 下一位 COOPER大勝 謝謝 法官要敲了 order order 等一下 我要說明一下 你一定會有想法 為什麼你會選試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要打你的時候 就很痛苦 然後 然後聽到 題目的時候 就是有點興奮 然後 到後面我的神經有一點麻痺了 所以我想說應該是不是 末梢神經麻痺 我覺得你是演藝圈 第一個被罵到紅的人 末梢神經麻痺 是腳麻痺要怎麼照 什麼東西 要怎麼照 這個大家常常討論的 對啊 對 對 對 我覺得這一題他真的運氣好 抽到這一題 對 麻痺感 就是討論 麻痺 麻痺可以麻痺那個 你不知道 我會選二耶 跑者的愉悅感 因為有一個Runner's High 瓜哥你也常常跑 不是 然後跑到累累累累累 然後就突然會有一個 很High的感覺 你就覺得你可以跑50公里 對 可是那個就是 腦馬飛嘛 人家說腦馬飛 你這樣講起來好像 對啊 Runner's High 英文是Runner's High 跑者愉悅感 二比較有可能 不是人體麻痺嗎 應該人體麻痺吧 人體麻痺 人體麻痺很多時候是 比如說是愛情帶給你的感覺 或是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我覺得 因為這應該都是英文翻譯過來 那你說 痛爽現象 這個英文太難找了 所以應該是 痛爽現象應該不是運動吧 對不對 對啊 這個 沒有 可是因為 馬飛本身就是 馬飛就是止痛 馬飛是止痛 當你很痛的時候 你會保護你自己的時候 會誕生出那種興奮感 來掩蓋掉那個痛苦 但是你已經出了那個Endorphin 可是Janny講的有道理 他是跑馬拉松的 他以後是學一的 所以他一講突然我們 假口無言 對啊 恍然大悟 但是Cooper你還是選四 你幹什麼東西 你 但是你應該選四 還是繼續要罵 絕對不能選四 絕對不能選四 所以現在我們分兩派了 有一跟二 贊成一的請舉手 贊成二的請舉手 票數是 還是一耶 馬飛的比較多一點 一多一點 贊成四的請舉手 贊成四 無懷綜意 堅持到你 覺得他會離開的請舉手 他選擇四號 沒燒神經麻痺 對或錯 現在就是一跟二了 請公布正解 2 好可憐 我們也中 我們也中招了 看到沒有 我們也中招了 只要關鍵是在Endorphin那個字 Andorphin可能是 Andorphin 麻痺的別名 可是我們一直誤解說 腦會分泌 腦麻痺 所以讓我們很愉快 這個是錯誤的 對 可是跑者愉悅感怎麼產生的 它一定有分泌什麼東西 那個就是Endorphin Andorphin 其實那個是有一部分 是讓你 也有一種Fight or Flight 就是你就是在過一個 很痛苦的時候 你就會突然有更多的Endorphin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心分 他說跑到八公里之前都很痛苦 對 八公里之後非常快樂 對 也快樂到一個痛 真的 這題看似簡單 但除了Janet以外 所有人也都答錯了 但其他選項 又為什麼是錯誤的呢 你好 我是李光輝醫師 這題的表演答案應該是 2 跑者的愉悅感 因為我們知道 安多芬本身是由腦內所產生一些 神經傳導物質 持續超過游氧運動30分鐘以上 就會產生一個特殊的愉快感 而且呢 可以暫時減緩所謂乳酸堆積的疼痛現象 那為什麼第一個 人體的馬肥感是錯誤的呢 雖然安多芬跟腦部的馬肥接受器 有結合現象 可是呢 並沒有人體馬肥感這個名聲 所以它是個誤導的效果 第三個 同樣的也沒有所謂的 運動痛爽的現象 所以這兩個都是不存在的醫學名詞 那第四個 末梢神經麻痺的感覺 理論上它是 中樞腦部的一個 鎮靜止痛的現象 所以它並不是跟末梢神經有相關 因此我們答案還是 第二個 跑者的愉悅感 Roundless High 現在心情非常沮喪 但是也有點 還是很緊張 因為上海的時候 完全無法思考 完全腦神經麻痺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而且第一個就是Hold到我 實在是非常緊張 我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再來挑戰 有沒有人要主動的 有沒有人要主動的 好緊張喔 超出的 董哥 你還是很有面子的 真的 小哥 那豆 滿多的 應該中 而且不是小就是大 KID算兩個字嗎 一個三個字 一個三個字 嚇死我 大根 大根 在許多友台節目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這次參賽 希望能多生幾天 累積知名度 今天帶來參加 我希望我應該可以 第一關就答對 不要到敗部復活 希望我可以努力 加油 來 請選號碼 我選九號 九號幾次 九號 你對歷史 不OK 我國中是歷史小老師 但是是國中 國中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提出 三 封城秀吉 四 德川家康 請作答 三 封城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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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田信長 德川家康 我們都很 知道費用 有聽過 對 可是明智光秀是 會不會是職棒選手 明智光秀 還錯了 有人知道這段歷史嗎 這你如果 可以這樣 你如果走下來 就是失敗區了 對 你這樣走下來 絕對是是 為什麼 唯有等待與忍耐才有成功 德川家康 打落門牙獲學吞 我精通日本歷史 他可以殺自己的小孩 殺自己的妻子 忍辱負重 避免 知田信長跟封城秀吉 看出他的野心 所以他說 只有等這個 杜鵑鳥啊 不提叫 就一說 我可以等一等 以靜自動 他永遠可以等等等 他的成功是用等這個字 用忍耐啦 對 忍耐 哇 厲害 哇 厲害喔 不是 你們在鼓什麼掌 他解釋到底對還是錯 我可以討論 對啊 我們也不能用這個例子 你選的是 我選的是三 封城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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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或錯 錯 請公布正結 四 德川家康 好有掛 跟你的人生哲學 想就等 就是等 慢慢 千輩就對了 江維中 又再次在眾人面前 展現出超強實力 日本人 有個以杜鵑鳥不提叫 來詮釋 歷史人物個性的說法 其中 由於德川家康的性格 善於等待時機 忍辱不重 因此 杜鵑鳥不提叫 就等他叫 說的就是德川家康 為了奪冠 納豆展現出 甚不可測的實力 納豆平時的形象 除了搞笑 還是搞笑 但為了奪冠 他的眼神中 已透露出決心 這個我知道答 他答對了 可能就是他的一個比例 還有整個像 形狀 形狠 哇厲害 腸道的空間是固定 所以好菌多 壞菌就少 那壞菌變少了以後 第一個是排便順三 第二個是 每一系統都會跟著火化 都是新鮮的豬菜水果 因為腸道的好菌呢 是吃素的 壞菌是吃荤的 明天下午6點鐘 超市實在有健康 兩多高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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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ve 你不是一直叫小孩 那我去 我今天還好 喂 今天還好 今天要吃辣 等杜鹼鳥 對 等杜鹼鳥 來吧 請抽 好 我們要學習得川家康的精神 對 我有等待與忍耐 等到最後 三個字 兩個字 好險 又兩個字 完了 小鐘 再見 周哥 沒有 周哥 還再見 我先走了 周哥 他左臺 還沒答體 站上來的沒有 沒有下去過 小鐘真會先給自己採截下 不論是拼經驗 拼反應 拼信心 你都是羅冠大熱門 今天終於進入到第二階段了 我覺得以我的實力呢 我相信應該可以到最後一關 拚十萬 加油 五號跟九號都選完了 我來個 七號 七號 你嘴巴明明要講八 為什麼變七號 然後一心緊張到 七號 為什麼 我原本心情想連著兩個數字一起講 來 七號 七號 人 智 事 YES 你的強項 笑話之王 董哥不是冷笑話是嗎 笑話蛋冷笑話 你們經過昨天就知道 冷知識大概是哪個方面了 對 大概有一點想法 請準備 請出題 現代人喜歡咀嚼口香糖來改善口氣問題 其實口香糖還具有很多用途 請問 口香糖 還具有下列哪種特殊用途 一 預防經痛 二 舒緩孕吐 三 減少孔癒 四 停止打嗝 請作答 什麼啊 這哪一個 來 來 請作答 請作答 是 是 是 很難耶 是 應該從來沒有想過他有這麼多用途 小鐘抽到自己擅長的冷知識提醒 卻出現讓自己完全摸不著頭緒的難題 思緒全亂他 會講出什麼離譜的答案呢 你超過時間太長了 脫怎麼脫 是 脫 你脫了什麼東西 要選什麼 你說的兔子 不要偷時間 不要偷時間 舒緩孕吐 對啊 為什麼 舒緩孕吐 這道難題 讓小鐘拖了將近兩分鐘的時間 才做出舒緩孕吐的答案 但冷知識高手納豆 卻直接解除 他曾在報章雜誌 看到這題答案是3 整理思緒後的小鐘 相當肯定這題的答案 就是舒緩孕吐 到底誰對誰錯呢 他們都不太贊成你 都不太贊成你 舒緩孕吐 對或錯 請公布正確解答 3 減少口郁 康健雜誌 在2010年專題報導中指出 美國營養學家研究發現 咀嚼無糖口香糖 可減少卡洛里攝取 促進熱量代謝 而咀嚼動作 難刺激大腦中的保濕衝出 產生飽足感 達到減少口郁的效果 中哥 回去好好試驗一下 對 希望有機會 謝謝小鐘 誰也想不到 最有機會奪冠的小鐘 會在第二天慘遭淘汰 會很怕小鐘 現在心情怎麼樣 很沮喪 對啊 這個題目真的是 很難意想不到 你預料到這一集就會回家 沒有 我衣服戴舞套 沒有 開玩笑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對啊 1 敗在這一題我覺得也認了 對 連續淘汰的三位 連實力堅強的小鐘 都重劍落馬 從昨天開始 只要上台就會淘汰的魔咒 難道無法破解嗎 三位 我就不相信他們過不了 總要快看一個過關的吧 來 我們再抽 再一位 題目也還真的滿難的 敵智傑 你很怕 穿藍色的今天都… 直接從這邊離開對不對 沒有了 沒有了 昨天也落入失敗區的敵智傑 自認聰明程度比不上別人 但他已擬定了國冠策略囉 昨天是有驚無險沒有被淘汰而已 但沒有答對任何一題 所以 不知道 這個戰術應該是可以使用的 接下來就這樣 絕對不出頭 不要講話 最好讓瓜哥以為我沒有來 到第五集忽然出現 拿獎金 決定了 不用害怕吧 我們在吃飯聊天 他接受 他也很想來接受挑戰 你們都還沒到快問快答 我想你們到快問快答 一直PASS PASS 其實之前真的一直在下面都很緊張 但剛剛小鐘跟那一集打完之後 我覺得現場大家輕鬆不少 整個就應該很開心 你要選幾號題 1 2 3 4 6 10 80 你不要嘴型唸8又弄到7句了 1 1 1號題 1號題是什麼 忍知識 忍知識 剛剛就是忍知識 啊 搞不好題目又重促一遍 還選錯 還選錯 是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以下照片中 哪一張是全世界最昂貴的照片 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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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小鐘還慘 剛剛那題還有7可尋 幾號 1 1 1 你一定有你的邏輯嘛 為什麼選擇1 2 2是人為可以擺出來的感覺 就是貨櫃 是 它可以營造出來的 那三的話是光影 四 我覺得也比較是光影 一是很樸實 但是大自然是最無價的 是你現在想要用更多的錢 去彌補以前的過錯 可能我們都要付出更多努力的 有另外一番解釋就對了 這個真的滿難 比剛剛的還難 這個我知道答案 真的嗎 它答對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網路上面就有 我覺得因為其實這種冷知事情 其實常常上網上宅宅新聞什麼都有 那最貴是一 它真的非常非常貴 它的解說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是它講得這樣嗎 不是 這不是因為大自然的關係 就是因為它的一個比例 還有整個這樣顏色 平行嗎 平衡 所以是一 那它所謂的昂貴是 是 對 現在它的等於代表觀眾想法 觀眾想說 你是架起來昂貴呢 還是拍出裡面的東西是最昂貴的 因為這樣看起來好像貨櫃最昂貴 對不對 對 每一個 對 你的昂貴是 是這個照片的價錢 照片本身 這張賣非常非常貴的價錢 就是賣出去的 這張照片價錢 跟畫一樣賣座的價錢 對 所以觀眾要了解 不然想 全世界最昂貴 它這照片是最貴的 選擇一號 對或錯 沒事性的迪志姐 能打破主持人 連續淘汰了魔咒嗎 我告訴我 你們兩個在這裡做什麼 你在外面說我 別說我 我很可愛 不是耶 我的臉 是要放哪裡啊 Tina 是嗎 是嗎 我還沒有說主 我沒有看著 左腦洞洞 右腦洞洞 收看金頭腦 好理大放送 請接著請用手機鍵去編寫GOLD 傳送到55123 正確回答金頭腦闖關的挑戰機 就有機會獲得金美的禮物 你是傳說中的金頭腦嗎 趕快拿起手機 我們等你哦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選擇一號 對或錯 恭喜 主持人的連續淘汰魔咒 竟是由狄智傑所打破 但最令人注意的還是納豆 他對冷知識的掌握程度 太驚人了 德國知名景觀大師安德瑞亞 在1999年拍攝的作品 藍銀河2 日前在拍賣會上 以433萬8500元美金 也就是1億3000萬台幣賣出 是目前全世界最貴的一張照片 恭喜你 恭喜 這兩天藝人在這個部分 你第一個過關 謝謝 你來幫我 我從昨天到今天 全錯 關鍵時候 關鍵這一題答對了 對 關鍵答對了 他的想法是說 大自然最難取 所以這張照片最貴 他的想法是說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 不曉得 來 請幫我們抽下面 為什麼就興奮 你這樣對我們 來 過關才能抽 筷子收 請 恭喜你 贏過關了 謝謝瓜哥 謝謝 會不會要抽到自己 可以上去了 你還在講 站上來了 可以上船 上船的 站起來了 逸祥 逸祥 對 平時愛搞笑的逸祥 相當認真看待這次的比賽 他能延續上一位的氣勢 繼續進捷嗎 昨天我們那一題算是很簡單 所以我很幸運的過關了 但是我覺得 我不能每一次都靠運氣 所以今天 我一定要好好的冷靜思考 然後去判斷每一個題目 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我的答案 正確的答案給選擇出來 我相信我今天一樣 會跟昨天一樣 順利的過關 瓜哥 可不可以多防衛一點 我怕我沒有進口 還是這樣 不用問了 你自己好好講五分鐘 我跟他家好 我很開心來參加這個節目 那其實我本來也想要拿十萬塊的 你第一個就沒志氣 還拿什麼十萬啊 好啦 可以了啦 你最怕什麼 我其實都怕 剛剛那個不會啊 剛剛那一個 剛剛那一個我是猜四 忠哥那個呢 忠哥那個我猜三 對 我的答案 對 怕什麼 冷靜思也都選完了 也沒這種題目了 是 你現在還有剩下 二 三 四 六 八 十 你選擇 十號 十號 寶桃寶貝 十號 名詞解釋 這個 對我來講絕對是難 名詞 對的 對 有關語言的方面 但是也許你會覺得簡單 好 好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拿卡詞意思 在日文中原意是 一 唱歌 二 演奏 三 流動 四 販賣 請作答 一 二 一 二 一 三 流動 為什麼選擇流動 因為拿卡詞其實我們會覺得是唱歌嘛 可是可能在日本他們是那種 就是在外面就是街頭然後會走動的這樣子 拿卡詞啊 對 拿卡詞 其實它是一條C啦 叫拿卡詞 拿卡詞就是一般你會叫進來活動的樂隊嘛 就是你今天要幫你過生日 你在餐廳 你就叫一組拿卡詞來唱歌 現場有樂隊有唱歌的 有時候你來賓想唱就唱 所以他覺得是流動 對 不是唱歌 因為他是會流動的 是流動 對或錯 恭喜 對 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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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翔厲害 一過關大家都是過關的 逸翔 來 請幫我們抽下面一位 好 抽 好 大愷 大愷 曾擔任董事成助理的大愷 在大哥身邊見多識寡 知識層面一定沒問題 但運氣要是跟大哥一樣 那就完蛋了 昨天我師父董哥呢 在離開之前呢 他有跟我交代 他說 小愷 你就會是下一個離開這邊的人 不過 我今天就是要進去證明 董哥 你大錯特錯 什麼叫做青出於藍 勝於藍 師父引進門 等一下就看我徒弟好好發揮 不要緊張了 2 3 4 6 8 你選 2 好 這個你沒問題的啦 什麼 旅遊 為什麼旅遊他沒問題 因為我現在在主持外景節目 他現在有主持外景 對 可是剛才主持而已 並沒有跑那麼多年 他是旅遊題 請準備 請出題 魚尾獅 是新加坡的一個知名景點 請問 新加坡使用魚尾獅 作為象徵的由來是 1 島上漁村附近發現獅子 2 島上國王收到共平海獅 3 島上漁村盛產捕抓海獅 4 新加坡是馬來語海上熊獅的意思 請作答 4 3 2 4 新加坡是馬來語海中熊獅之一 4 對或錯 錯 不是喔 真的 我們大家選都選吧 請公布證解 1 在島上漁村附近發現獅子 大愷完全不敢相信 身為旅遊節目主持人 竟會砸了自己的飯碗 更無法接受 跟隨董哥的腳步而去 這個事實 公元11世紀 一位名叫聖尼羅 烏打馬的王子 來到新加坡 他一登陸 就看到一隻神奇的野獸 隨從告訴他是獅子 他變為新加坡 取名為 新加坡拉 在範文中 就是獅子長的意思 魚尾 則象徵新加坡 是由小漁村發展起來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大愷 謝謝 謝謝 大愷謝謝 謝謝我愛你們 總共淘汰了4位 明天還有21位 金頭腦明天見 我現在跟董哥說 董哥 你個臭無牙嘴 董哥 真的被董哥一語成稱 對不對 師父走了 接下來徒弟馬上跟隨 怎麼搞的呢 最後這集怎麼那麼難呢 對不對 可惜啦 十字交幣 十萬塊 我下一次一定會有機會 再拿到好不好 加油 岳飛被上次的四個大字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的印象也是3 可是 感覺上這題如果有限定的話 就是1 以前老師就是教金鐘報告 我要相信老師教的 對我錯 想還錯 哇 陷阱 但是我們一定從從高到高 都是陷阱 頭腦空嗎 已經叫所有人